我們兩個人 模擬出來的寶寶長得什麼樣子 然後大家就會想 這兩個是在哪裡 其實我們也看了很久 我覺得你的小孩還有像你的眼睛 可是我覺得自己的小孩 跟妳跟我心腿的小孩長得很像 哈囉歡迎大家來到兔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各位觀眾 我們賣金子了 我說的金子不是金條喔 小孩會有的那種 像蝌蚪那個很小的 然後要就是我們花很多錢 出國要去做baby的另外一個必要的條件 經過上次跟大家介紹取卵子 在取卵的影片的上面 為了完成這個生小孩企劃 已經完成了買金子的這件事情 那在開始講這個買金子之前 我們就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現在我們卵子的狀況如何 我們現在卵子的狀況就是在 輸出美國的這個過程的文件流程中 就是美國那邊要審核 批准通過 我們的軟體才可以裝在特殊裝備搭的飛機 到美國 然後到美國就是我們要做植入那間 醫院存放 等到我們飛過去之後呢 他才會把金子軟體解凍 然後結合放到 其實這件事情是RSMC幫我們協助處理的 就是生殖機構嘛 我們其實主要是找他們 然後他們就是有說 因為現在疫情的影響啊 建議我們要提前處理 所以我們在2021年的年底 就已經在跑文件的審核流程了 然後他那時候有預估應該要三個月左右 他那時候抓三個月 然後目前為止應該 還不到三個月 但是我覺得等到真的要有消息 應該也是要買三個月 好對 你把它想像成軟體 跟我們的軟體是一個貨物 出去之後也是要爆關的 軟體也需要檢查 他要確保你哪一些就是檢查有做啊 做過哪些檢查 那個就是由貿易那邊提供給 RSMC 然後又把RSMC去通酬 送出去這件事情要 所以就是像我們兩個的軟體是一起送 所以就可以搭別車 那如果就是你們有軟體要送 然後要本皮送的話 不建議 因為你就等於要付兩個五千塊美金 會比較不划算 好不好 當然有人會問說 為什麼你不去當地去RUN 直接做植乳 當然也可以 只是因為我沒有那麼快 我跟兔兔不會同時懷孕 但是我的年齡在走 這是為什麼我們先做的動軟 OK是很多人的疑問 我就是同意在跟大家說一次 此限動軟是為了要鎖在你最年輕 才不會等到你35歲或33歲出去做 那個人工生殖的時候軟子已經老了 然後到時候又有軟數不夠的問題 你在那裡待的時間越長 你取得軟數越多 你的費用相對比越高 來正入重頭戲囉 來喔 金子銀行 跟大家說我們選的金子銀行是 加州的Cryobank 我們為什麼會選那一間 其實我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你要在哪裡做植入 你就選哪裡的金子銀行 就是這個金子 運輸其實跟軟子運輸是差不多的道理 假如你選的是英國的金子 那你不就要從英國再運到美國 那就會跟我們軟子一樣 就是要大概有5千美金 就是兩趟的費用 金子也要搭特殊的 放在特殊設備搭飛機到 你要做植入的地方 所以最好就是你選定植入的地方 之後選當地的金子銀行 然後再來就是你可以問 像我們就會問一下我們的植入中心 就是他們推薦哪一個就是金子銀行 然後就跟我們說 喔你就找Cryobank 但其實我覺得就是每一周 或者是其實整個 美西大概都是這個金子銀行 因為其實金子銀行有很多啦 到了最重要的環節 直接那樣激動 就是到了選金子的部分 選金子真的很像在 顏口販賣網站第一部寫 不是啦 就真的很像 因為很多donor他都會提供小學會的照片 那你看了這些那麼多的小孩 難道不像在買小孩嗎 超像在買小孩 體驗感覺超怪的 好買喔買小孩 還沒玩喔 他最左邊還可以選喔 我要什麼顏色啊 我跟你講那個donor一樣 就跟有規格一樣 你就可以選說 這donor感到身高多高 眼睛顏色要什麼顏色 要什麼樣的人種 髮質要什麼樣的髮 就是捲髮還是直髮 還是有點捲 他捲還有不同程度的捲喔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超級捲 我覺得西方人的那個基因 好像比較豐富一點 像是亞洲大部分就是直髮為主 我們就沒有辦法很想像說 頭髮是還可以變出什麼花樣啊 自然捲就叫微微卷 對 它還有那種爆炸頭的都也有 對 然後他甚至可以選擇要像哪一個明星 對 應該說 不是選擇 就是那個 他的donut裡面會有一個細節 會說 喔這個donut長得很像我 沒有 他是真的可以選 他的那個類別裡面有寫說 有沒有要像其他人 然後那個你就可以勾選說 你大概要像哪一個藝人的感覺 但是那個只是第三方認定的 他今天的營養是非常保護donut的 只要他不願意提供資料 他們都非常非常的保護 所以那個是很公正第三方去寫的 他也不是每一個donut都說他像哪一個藝人 有一些真的就是沒有 然後有一些他會說像誰 然後也有一些donut願意提供他長大時期 就是他已經是大人模樣的照片 有些donut只願意提供小時候 因為有一些提供那個長大 又 默默從賣小孩變相親 哈哈哈哈 傻眼 還是直接跟大家說 其實我們反而都是雙性戀啊 我們也是有看男生的標準好嗎 來這邊分享一下你看男生的標準 就是你會看哪一些項目 讓你覺得喔這個人是 蛤你這樣講很奇怪耶 不是啊應該說 哪一些是在我的身背上的吧 農媒大也不必 我跟你講 我們兩個選擇我條件差不多 所以說如果我們是一新年的話 我們是會裝菜的那一種 蛤 要跟你競爭喔 不用啊 那只好先把你吃掉 就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挑小孩有一些很特别的儀方 因為你看他小時候 你沒辦法想像他長大樣子 但是如果他提供長大的樣子 你就會發現 喔你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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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但你只有一個 所以完全看不出來 對但是我們有個結論就是 小時候好看就非常的重要 因為小時候好看長大不一定好看 但是小時候沒那麼好看長大 就也不會是一個菜 好複雜喔 對 因為就是你在挑菜的時候 就是要挑那個正台 好不好 就在挑小南台 就是你要看那種 你看的就是順眼的 就其實我們 原本有一個選金子的記號 就其實我們本來是想要挑亞洲人的 對 它就是上面就大概幾百個Dollar 然後就像你在591上面看房子 它就是那一陣子就是那些房子 那一陣子又是這些房子 那個網上其實也是這樣 soul out就soul out soul out就soul out 所以就是你這一陣子的金子就是折一些 你下一陣子的金子就是熱一些 就是庫存就是這樣 因為會有新的人在拿 我們那個時候在看金子的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亞洲人 到現在還是啊 我跟你講我最近去看了 又有 現在很多亞洲人 傻眼 對 有一個有幾個還蠻可愛的 反正就是我們那時候就是沒有看到什麼亞洲人 然後那些亞洲 那個時候亞洲人不是我們的菜 就是沒有看上順眼的感覺 我們大概隔了四個月吧 就是我們一開始其實就在看 可是那一陣子我們在看的時候沒有看上人 其實有 但是我們會有一個心態是想說 好像要這麼快決定嗎 反正我們還有這麼久時間才要出國 所以我們就也不想要那麼快 因為金子其實 有哪一個金子你喜歡喔 我不記得 有啊有幾個你到現在開始很喜歡 但它已經沒了啊 反正那種你覺得很好看的 大家就是也都會 大家也覺得很快 大家就是也會很搶 所以你今天可能跟跳房子一樣好不好 一烏一礦 一金子就是長那個樣子 你喜歡那你就是趕快把它買下來 希望不要猶豫 所以你買了之後你也再不要上去看好不好 我有我還是有上去看啊 然後這時候我就會一直說自己想說 那時候我們也很猶豫到底不知道生 跟亞裔生小孩 還是說跟就是西方白人生小孩 那會猶豫一下 然後那你真的有辦法學 學西塔流域 然後就上去看了一下未來小孩的樣子 我就覺得嗯 其實一看之後就發現 我跟他的小孩在這裡做預言 誰知道會不會發生 我好害怕做預言喔 怎樣快點預言 反正就是小孩就是 比較不會想我們 因為像是說 爸爸基因比較強大 不管是亞洲人還是西方人 我會看一下亞洲的版本 我會看一下白人的版本 我會看一下亞洲的版本 那個眼距有點勁道 讓我覺得蠻特別的 然後後來我想算算算 好啦好啦那我覺得 最後還是選白人好了這樣子 其實我很喜歡拉丁的 只是 喔那時候我看到 我覺得拉丁人長得很性感 就是我覺得他的膚色其實很健康 他是介於就是中間 他就是咖啡色 然後頭髮微卷 就很像雕像我覺得拉丁人 就很好看 就是標準的 那你會怎麼說雕像 就是亞洲人跟拉丁混出來的混血寶寶 跟我預想的有落差 所以我覺得比較安全的好像還是選 亞洲人的Donner 或者是白人的Donner 我們最後就選了一個 白人的Donner 然後但是會選這個Donner 其實我是真的覺得蠻喜歡的 就是先不要管 到底你要選亞洲還是白人還是什麼 就是我本身就是蠻喜歡這個 這個Donner 就是一看到他 就那種 就是你了 順眼的感覺 就是你了 然後我看上之後 我還立刻叫他說 你來看我覺得就是他了 我覺得我看得很仔細喔 我覺得我還看他那個小 小腿的骨骼 因為他有露小腿 他拍全身照片 雖然是小朋友 但是他拍全身照片 他那個那樣照片大概是 我猜是14歲左右一種 國小 就是12到14歲那樣照片 就還是一個 算是小男孩 但開始長高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腿 就看到那個腿很直很直 就是感覺骨骼 感覺很好 然後那個就是手腳長長的 我們都是先選外表 我們才去看他的健康報告 我們真的是超 就是很實淺的兩位媽媽 對啊就是要這樣喔 對然後就是看完他 就是他外表 你很滿意之後 我們就開始看他的健康報告 因為你要確認說 他不要有什麼家族的遺傳疾病 對啊詳細報告詳細到你 什麼阿姨什麼叔叔啊 什麼都會放進我裡面 然後發生真的都沒有 他唯一有的幾個親戚 比較遠的 就是可能叔叔 或者是誰 有肺癌吧 可是他有說肺癌原因 是因為他長期抽菸 或者是說 心血管還是死 是因為果胖 就是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他會講 那個他的親戚的身高體重 然後有什麼不病 我看很多都是因為年紀比較大 對 所以我覺得年紀大如果有這些 其實都很正常 還算正常 然後其他的都沒有 就是都很健康 然後也沒有特別有什麼遺傳性的疾病 然後就OK了 OK之後他後來我發現有個報告很可愛 他就是一個很詳細的報告 因為你 五官報告嗎 對因為都能不提供長大照片 他就會潔淨手能提供 讓你可以理解的 比如說頭髮的顏色 頭髮是什麼 捲肚的 然後眉毛 眉毛是 粗的 濃的 還是什麼 然後眉型是怎麼樣 然後再次眼睛 眼睛是圓的 小狗眼 還是杏仁眼 鼻子 瞳孔顏色是什麼 然後睫毛 他細到睫毛 睫毛怎麼樣 然後還有鼻子 鼻子是 那種圓圓的 那外國人很多種 像小矮人的鼻子 就是圓圓的 圓圓的鼻子 或是它是 因勾鼻 或是它是直的鼻子 然後再來就是到嘴巴 嘴巴又分上嘴唇下嘴唇 是薄的厚的 它是中的 它是分開嘴唇 它不是兩片嘴唇一起包高 對它是上面一個下面一個 因為有些可能是上面薄 下面厚 對它就真的會顯示上面薄下面厚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補頭也會特意包高 對 chimble 然後下巴 下巴是圓的 方的 還是尖 還是有屁股下巴 對它都會跟你講得很詳細 然後鼻子 亮多還說的 對對對 就是毛的菜脂 對它會對你這次報告 我非常詳細 對 就看這個我就非常非常有趣 然後它還有說我們的 Donna長得像哪個藝人 你記得嗎 亞當李維 對亞當李維 它就是咖啡色的頭髮 然後走那種就是 那種圍繞腮谷那種型 那種型 它給了三個男藝人 然後我覺得那三個男藝人 是由我印象比較深的西亞當李維 因為真的是 喔想說怎麼這麼大卡 其實這三個男藝人都可以找到共同點 所以眼睛很大 對 我們超快 我覺得當天就是喜歡上廚 當天 我要這個Donner 趕快去下訂 要是沒了 我真的是沒辦法 很憂鬱 想說一定要趕快把它訂下 然後今天還會跟他說 決定的時候 就要去銀行 做匯控 喔對 也可以跟大家說這個Donner 大概多少錢 3000美金 就是大概9萬 就是1萬 應該說他一個人的份量是 1000美金 然後因為我們是兩個人 買同一個爸爸 所以是2000美金 另外的1000美金 就是那個我剛剛說的 特殊設備的運輸 所以這樣加起來是3000美金 所以你可以去按照你的預算算 如果說你們就是一個人 然後配一管金子 那就是1000加1000應該是2000 應該 對 如果依照這個邏輯的話 所以我們那時候3000美金 我們去銀行匯款 銀行其實都會問說 你這個款項匯過去要幹嘛 為什麼要這樣匯啊 然後我就寫說 喔這是醫療型 他說可是醫療型 我們銀行也有分 你是哪一方面的 金子 買金子 他應該來挑眉想說 金子台灣那麼多 那個銀龍一堆 你為什麼特別要去國外買 我記得他有 蛤 他那個表情我就覺得 喔他大概是以為是 銀龍的 對 我會說 我要試玩一個 南方的金子 然後他就 他電話拿起來 趕快打電話給主管 他就跟主管講一下 我的醫療型 他們要買金子 他是要那個 那個生身 人工生子要買金子這樣 我們的 這個選擇的金子現在已經在這個 生紙機構裡面 等著了 對等著我們的軟體過去冷凍 再等著我們過去 解凍他 沒錯 來跟大家說 剛剛講的那個 在金子裡頭買金子 我其實強迫建議大家 如果你這陣子在挑金子的話 一定要買會員 因為其實你買會員可以看到更多 就不管是照片或是更詳細的資料 報告 你一定要看 不要有風險 真的因為他不會 因為其實 好像一個月 有一點貴啦 可是我覺得金子是大事情 你就密集的 就可能大概 好像一兩千塊 我有點忘記是六十塊 六十塊每集 對啊快兩千塊 六十塊每集 一個月嘛對不對 他是包月的 你就是盡量密集 一個月一個月買 你就是先買 然後你就定期 就一定上去看 就是你看個半年 我不相信 你找不到你喜歡的donor 包含我剛剛跟你們講的什麼 眉毛眼睛那個 那個都是要解鎖才會看到的 然後你甚至解鎖的時候 你可以聽到donor長大是誰 因為他們會做報告 你可以聽donor的聲音是什麼樣 有些人是聲音控不知道 他會跟你說 這個donor他現在做什麼職業 對 他會有第三方的評論 就是說 這個donor他是一個很莊嚴的人 他穿著派 他還會說要穿什麼 對 因為有些人是 他有他自己的style 有些人很讚 他很潔淨所得的 身家調查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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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 然後我記得這個donor的聲音也很好聽 嗯 我覺得很好聽 是我們覺得喜歡的 對 然後還有什麼特別的 喔就是donor 他可以決定 如果你選他的金子的話 他會給你一個special gift 大部分都有 只要你有提供那個受訊證明 然後是用他的金子 他就會寄一個 他準備的禮物給你 那想應該是他的照片吧 我不知道啊 一直很想看這樣子 你很奇怪欸 來進到了節目的尾聲 這就是我們一向買金子的 詳細流程報告好不好 對 那他需要買金子的各位 或者是想要了解買金子這件事情 這就是全部的流程大公開了 所以以後特別企劃就是 來其實老婆我真的 其實我也很想給你生小孩 但無奈我們沒有辦法 真正的結合 對所以我們就是用那種 就是就是用AI的智慧 去結合我們兩個人 模擬出來的寶寶長什麼樣子 然後我們就模擬出來了 呵呵呵 欸我不知道 其實我們提供照片兩個人 照片都很白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的小孩是分辨出來 我的小孩就是比較白 就是 他可以選擇 像媽媽 像誰多一點 然後我就各選了一個 像他多一點跟像我多一點的 然後就像我多一點就是 那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大家就會想 這兩個差在哪裡 其實我也看很久 我也覺得很好笑 就除了皮膚的黑白之外 硬要說我覺得 我的小孩好像比較長的 沒那麼近一點 就好像可以理解為什麼 你那時候在 西潭療瑜判道的部分 是小孩會比較像爸爸 因為我也覺得我小孩很不像我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像我在哪裡 我覺得你的小孩還有像你的影子 就是鼻子嘴巴那邊 還有點嘟嘟的感覺 我覺得管還比較像 對 我們現在要公佈了 我們跟Donut小孩用電腦 預測會長什麼樣子 來 這個是用兔兔的卵子去做結合的話 這是我 欸大家覺得 欸差在哪裡 差在哪裡 兩張空手 你知道你差在哪裡 我跟你講 他那時候給我照片兩張 我就說 這個是我的 膚色不一樣 哈哈哈哈 可愛嗎 很可愛很可愛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兩個小孩差在哪裡 可能真的都像爸爸比較多 所以兩個小孩就長得很像 可是我覺得這幾個小孩 跟妳跟我生出來小孩長得很像 就是 混血版跟壓軸版 對啊 你不知道 對其實有那個 我們為了這個我們還可以測試 就是想說 欸那個 會不會其實每個小孩都長這樣 所以我們有偷用我們朋友的照片 弄出來的照片 不跟我們差很多 對 發現起來完全不一樣 對 完全不一樣 所以其實是在不同 不同人 身材小孩子長不一樣 就是那個軟體 真的有在辨別無關 對對對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要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說掰掰 好啦 對我們那個 金子系列有什麼 就是 覺得很新奇的部分 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影片就到這裡了 掰掰 肚子